哈囉大家好 今天要來跟大家介紹一台全能美式咖啡機 就是有兼具磨豆功能的咖啡機 因為我們之前有介紹過咖啡網 那很多人就會問我們說 那個美式機有沒有連磨豆功能一起的 這樣一鍵按到底 然後操作很方便 今天就是幫你介紹這一台 喬妮亞全能美式咖啡機 操作非常簡單 然後功能也還算蠻完善的 的一台家用美式機 那我們來介紹一下它的版面跟功能 好像這樣子它新的機器 你剛插上去插頭的時候呢 它的時間是會設定在12點00分 那我們要怎麼去設定時間 那這個時間你也可以不要設定 也沒有關係 如果你需要用到預約的功能 就是必須得要設它的時間 那預約這個按鍵呢 長按3秒 它時間就會閃爍了以後呢 就開始調時間 現在是22點 然後 46分 它只能往前加 好 好了以後呢就按一次預約 它就儲存時間了 那這個時候呢 如果你再按一次預約 它就是你等一下要叫它幾點開始煮咖啡 然後再來一個是豆粉 這邊的話按鍵切換是 有看到嗎 粗 這個是淡的 中的 濃的 然後這個是粉 就是你已經磨好的粉 不需要它再幫你磨豆的 你要切換到這個地方來 那我們今天用的是 我一般都是用中間這個刻度啦 那我們就是切換到這裡 我們現在操作一次它全部煮咖啡的狀態給你們看 好它的構造其實真的很簡單 就是從上面這邊蓋子打開 那你的豆子跟水呢 都是放在這邊 它這個槽可以整個拿起來洗 這邊是放豆子的地方 這邊是放水 所以還蠻清楚的啦 就是因為這邊會有一個刀盤 看一下 好那我們就是這樣子 豆子呢就是放在這裡 我們買這一台呢 會附贈你Ancon的這個智能量豆匙 這個之前我有介紹過給大家看 它一匙就是10克 它最少可以煮兩杯粉嘛 那你煮兩杯粉就是用兩匙 這是我們自己覺得設定好的濃淡度 口感還不錯啦 但是你喜歡濃一點或淡一點的話 可以依照你個人喜愛的口感去做增鹼 順便工商一下這個 泰模的密封罐 真的是便宜又好用 把豆子放進去之後 上蓋呢就是這樣壓 壓到最底的彈不上來的時候呢 它就是已經是有類真空的狀態 那我們這個打開的話 它會有一個卸壓法 豆子就很保鮮 那我們今天 我們是兩個人 所以我們喝兩杯 兩匙齁齁 你就這樣搖起來然後推下去 就是10克 非常精準 這豆匙是另外送你們的 它裡面那一部其實就已經有 但是它的一匙是5克 比較小 那我為了讓你們好記 方便用 它的豆量真的很準 它的豆量真的很準 不管你是深焙或淺焙 它這樣一匙都是10克 很方便 那如果我要三杯呢 三杯就是三匙啊 三匙也是兩杯兩匙 三杯三匙 對對對對對 那你如果喜歡更濃一點的話 要不就是水量少一點 要不就是粉量增多 但是它最大的容量 只能放45克的粉 要記得喔 不要超過 然後 這邊的話呢 它裡面有 刻度線 兩杯三杯跟四杯 所以它只能煮 最少只能兩杯 那我們就是倒到兩杯的刻度 好 好了以後呢 蓋上蓋子 然後 喔對我要先跟大家講一下 它如果是進入休眠模式的話 就是表示說你機器在 60秒的時間內 都沒有去做任何的動作 它就會 全部的燈都熄滅 然後只剩下時間 那你這個時候就是再把它按開 就是其他的燈都亮了 我們順便計時一下喔 就是兩杯的時間 大概會 完全煮好會 花多少時間 然後跟你們講一下 它的磨豆呢 其實 濃淡啊 它是用 時間 下去計算的 嗯 就是你如果按 濃的話 它就是磨豆 會磨得比較久一點 大概是這樣 粉會比較細 對粉就會比較細 好那我們就等它 煮完看 總共要花多少時間 這真的是懶人救星 而且早上你真的 起來 趕快把豆子丟一丟 然後水加一加 按完之後 一去刷牙 回來就好了吧 大概是這樣 好 我們時間差不多是5分29秒 大概是5分半的時間左右它就差不多完成了齁 蒸奶機器它在 煮好的狀態下面呢 它可能 會先保溫個30分鐘 應該是30分 沒記錯的話是30 那好了之後它唯一的缺點 不會有一個提示的聲音告訴你說它已經好了 所以我自己的判斷是只要它的水沒有再滴了 咖啡液是停止的狀態 我就大概可以判定它已經是好了 那像這樣子 刷個牙回來之後呢 咖啡就好了 然後你放到保溫杯就可以出門 去上班 好 那現在先教你要怎麼樣去做基本的清潔 就是這個 上蓋打開 上蓋打開之後呢 我剛剛有說過就是這整個 座呢 都可以拿去洗 它這個地方完全是可以碰水的喔 是沒有問題 本槽的地方呢 這個就是敲一敲 然後水沖一沖就好了 然後還有一個是 這個出水口的地方 它出水口的地方是一個很像花灑 不知道看得到嗎 就是它水是從這邊灌上來 然後 它會有個花灑 這樣灑下來 所以這個地方呢 因為它 水跟咖啡 結合之後呢 它咖啡粉不是會膨起來嗎 所以它這邊都會去沾到一些些的咖啡粉 這邊的話就是這樣轉開 這樣就可以拿去洗了 也算好清洗啦 然後好了之後再把它裝回去 這樣就好了 那很多人它這一根 是 我要把它拿前面一點 這一根是 熱水管 它熱水是從這樣送上來 然後到花灑的地方 這個地方很多人它這樣凹下去 的妝法就是不對 你要讓它到軌道這邊來 壓住 然後再把它關起來 正確的妝法是這樣 然後這個也是 清一清 沖一沖就好了 然後再把它裝回去 它有一個鎖 就剛好對到那個鎖就可以關起來了 所以它也是一個清洗算方便的咖啡機 那我煮咖啡可以加熱水嗎 不能加熱水 它只能加冷水 或一點點溫的水 如果沒有時間等它加熱的話 你可以加一點點溫度的水 但是不能到熱水 它的缺點我自己是覺得濾網 濾網的部分 你要倒那個渣渣 可能沒有辦法倒得很乾淨 所以 本人比較喜歡有濾紙的 但是很多人都不喜歡用濾紙 這個就是看個人喜愛去抉擇 沒有十全十美的咖啡機嘛對不對 我再來確認一下保溫的時間好了 說明書上面是寫40分 延長加碼10分鐘 然後剛剛有說到說 加溫水這件事情 我剛剛後來想過了 就是溫水啊 每個人認知不一樣 所以為了確保機器可以長命百歲 我覺得還是加冷水好了啦 對不對 對 今天的影片呢 就介紹到這邊 我是Pony 謝謝你看到影片的最後 我們下次見